割发戴手 官兵只好下马扶着脉杆 小心过田 沿途的老百姓见状后 全都称赞不已 甚至还有百姓跪地败谢 这时忽然一只飞鸟 经着曹操的马踏坏田地 随后曹操立即叫执法官给自己定罪 但是被执法官以不敢给丞相定罪为由拒绝 为了严肃军纪 曹操拿起手中的宝刀 做出一副要自杀谢罪的样子 见此情景 官兵们纷纷向前阻拦 大臣郭家也以丞相责任重大为由 劝其不要自杀 于是曹操割掉头发 代替自己的脑袋作为惩罚 割发戴手这个故事 曾被当作曹操淫于滤己的事迹而流传 但也看到了封建时期特权的彰显 目前到现在 这个词已演变为 处罚高官 捉小放大的调侃